袁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张富翁公馆里头的书屋, 今天是开学上课的第一日, 三位公子按照原定的计划, 向老师,又叫做老死师, 要先来个下马威, 现在离开饭厅, 在老大张鸿军的带领下, 老二张鸿文,老三张鸿运, 三人就成了一个小队, 时音今天大敌当前, 第一次交锋上阵, 要认真对付才行, 三个人就好团结, 互相依靠, 又互相壮胆, 叛怒中途, 老二张鸿文他忽然想起, 可能发生的事就提醒两位手足同盟军, 他好紧张地说, 喂,喂,喂, 如果老死师动手打人的呢, 那我们就一起慢慢向他臉上吐口水, 因为爸妈一直都很恶地警告过我们三个人, 就算老师发生打我们都不让还手, 不还手就不还手, 我们要听爸妈的说话, 要做君子, 君子用口不用手嘛, 我们这样用口法, 咦, 那么这个办法, 爸妈不会错的, 咦, 现在行头的老大, 忽然压低一把声就说, 喂, 你们小声点说话, 就来到了, 粗兵队伍, 现在开始要行得好慢好慢, 好像九十岁的白夜公行路那样, 这样再行了一阵, 终于慢慢到达大书屋门口, 于是乎, 三个人六只眼, 一起就变成好像白胶那样, 两眼朝天, 个个反白眼那样, 走入书屋了, 见椅子就立刻坐, 坐下之后, 咦, 先觉得奇怪事又在眼前, 迟到又恶意搞事之下, 为什么还听不到老师的臭嘴斥责骂人呢? 六只奇怪的眼仔, 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四处寻找张望, 就是看不见什么高老师在书屋里头啊, 望着望着, 老大眼里啊, 他发现桌上有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称呼三位公子的名字, 先叫 早晨, 今天是张夫人指定的上课时日, 你们都依时到达了课堂上课, 我从事教学工作多年, 力来反对紧张的公读, 好像战场上的进攻读书, 是没用的学习方法, 今天只是准备上课, 即自由活动不用上课, 明天才正式上课, 哎呀, 三位少爷公子 看完高老师留下的字条, 开心啊, 一起眉开眼笑, 哈哈大笑, 哎呀, 好啊好啊, 想不到高老师说得真正对啊, 今天我们去玩, 玩, 玩, 明天保证用心听话, 不搞事, 当日三个公子爷 怎样玩法就不得而知, 不过到了第二天, 三个都很准时就进入了书屋, 他们不止没有反白眼露目相向, 没有准备和老死屍大打出手, 反而有礼貌地叫, 高老师早晨, 高老师就笑着回答, 早晨早晨, 你们很准时啊, 是有出色的学生, 等了一会儿, 高老师才慢慢向三位少爷 一个一个了解清楚他们不同的学历, 当日又没见正式上课, 只是见高兴闲谈, 第三天, 高老师手拿着课本, 用讲故事的形式来上课, 讲得很简单, 但非常清楚又动听, 那些学生高兴之下, 就猛地追问故事的情节, 从此记得很牢固, 变成终身不忘, 每课书过目之后都是这样, 甚至连数学算术都同样会运用故事的形式, 这个方法会很快就搞清楚素理的关系, 同样又是一学职会, 奇怪的是过后就是记得住, 一日的课程, 用半日左右就会完成了, 三位公子说, 这样读书一点都不厌烦, 简直是快活, 比出街玩还要好, 三个月之后, 人人都突飞猛进, 高老师又提出, 饭后不可以立刻上课, 饭后要去睡觉, 睡一个多时辰才来上课, 结果成绩更加好, 更加牢固, 更快进步, 高老师见时机成熟, 又将三个公子 从前花了很多年时间读过的书, 但他们至今还未真正明白, 现在就一一认真地将道理全部编成 好像短篇故事小说之后, 老师慢慢阅读一次, 全部彻底明白又牢记, 有一天晚刻, 张董事长夫妇闲谈, 夫人就很有感触地说, 唉, 我们几个儿子听话过以前好多, 学业又太有进步, 真是多得各位落难的高老师 一片专心帮教, 张董事长就说, 这件事是吧, 夫人你不说, 我还几乎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什么呢? 不记得了, 被高老师的酬劳功前, 第二天, 张夫人就拿着一只厚厚的牛皮纸, 大好信封, 里头就装着看来一定是可观的数目, 这种东西, 每一张都可以令人花了眼的脱虎海, 现在好明事理的张夫人, 叫了三个小孩离开书屋先, 妈妈有话要跟高老师说, 这时候张夫人就双手递钱笑着说, 高老师呀, 三个月过得话快是快, 话慢又是慢, 我那几个儿子, 全靠高老师一手造就, 我和张先生很感谢老师的功劳, 苦劳, 疲劳, 现在赴上你的酬劳金, 高月明双手接过, 很感动地说, 多谢夫人张先生的支持营救, 我们夫妻二人, 现在有钱, 立即可以还债, 和找失散多年的儿子了, 高月明再三多谢张董事长和夫人, 又帮丁思远, 谋得一份最理想的工作, 最合心意的终身职业是核对书籍, 这种工作从来就是单干, 单独做事, 就可以免除很多是非和害, 不怕天灾就最怕人和嘛, 当晚, 兴奋的高月明, 拿着钱告诉丁思远之, 现在有了工钱, 那我们明天就快点还债给人家了, 那些九出十三归, 又明求人需求大丈夫的借贷小银行, 极头是快斩又切剃刀行, 那两天之后, 夫妻又商议话, 好了, 现在是毛泽一身轻, 衣食住都有了着落了, 有一天礼拜天的上午, 一间都算有些豪门气派的, 好像大户人家的门铃忽然间响起, 一个高肥大, 四十凌岁的贵妇人, 她双眼看着西洋画布, 口度喝咖啡牛奶茶, 嘴里头的银牙咀着瓜子人, 耳朵听着外国音乐, 现在她另一只耳朵听门铃声响, 她就说了, 七嫂, 快点去看看, 有人到访了, 女管家答应一声, 放下抹玻璃窗的半干湿圆抹布, 就走去门口, 听见她大声问, 请问是谁啊? 过了一阵, 七嫂回来对女主人说了, 外边来了一男一女, 她们是夫妻, 中年人, 女的叫高月明, 她们求进门拜见欧经理哦。 女主人欧沙文就笑着话, 原来是她们到了, 开门吧, 让她们进来。 欧经理港元, 立即移动她的大座身体, 离开远沙发短床椅, 入了房间里头, 她要先换衣服再会客, 很快, 女管家七嫂就带了一对成王成孔, 贫贱夫妻白事哀的人进入了会客厅, 站着没多久, 听见室内远处慢慢传来很轻微有人行路的声响, 原来是欧沙文出来会见客人, 高月明夫妻一见, 立即抢步上前, 深深谷弓行礼, 欧沙文惊讶地叹口气说, 你们来了, 一别十年, 不要那么客气, 你们快点请坐下再说吧, 高月明啊, 你的来信我收到了, 今天我是专门在家等候你们来的, 高月明就很感激地说, 欧经理, 你对我们的大恩大德, 今世都没办法报答你的万一了, 欧沙文就说, 你看你看, 不要那么客气啦, 每个人力来做事都没想过要报答的, 我知道, 你说的是你们的儿子的事而已, 我是妇女代表英俊的义母, 高月明啊, 十年过去, 说来话长啊, 自从你们出事之后, 你们的心里头最放不下的, 是你们的家里还有一老一小, 我都是这样想的, 当时没有几多日, 我就急急地去看他们老少, 因为老的, 好老又熟病人, 小的才得五岁, 你们出事之后, 大概十几天左右, 当我再入你们家里看老少那时, 就闻到一股臭气冲出, 令到人头晕呕吐, 原来你的妈妈死了好多日了, 谁知你那个不懂事的儿子, 还好像木头人那样站着不动, 他很多日没吃过东西, 又没喝过水, 面如黄泥息, 一句话都不懂得说, 搞到人人都以为他是个雅仔, 我送他入孤儿园那时, 都出了好多理, 因为孤儿园那里说, 早就收满人了, 最后就逼着我摊牌, 我是妇女代表欧沙文, 如果你们真的不收养的话, 我自不然有办法, 我会在报纸上公开指责, 你们从此日后, 迷使之意再有人前来接祭你们, 后来他们那帮黑心鬼当家人, 怕得罪我这个妇女代表, 才迫着收了你的儿子, 说到这时, 欧沙文就好像动了当年的感情, 停了一阵, 接着又急急说, 当时十几天我都没睡过一晚好饶, 我总算是出钱出力, 实行生养死葬, 你妈妈就葬在大北山脚而已, 想当年说话多了, 现在有些激动的欧沙文, 他手拿着小丝旁跟, 抹两边眼角, 再说几段话之后, 妇女代表就成了个 黯然神伤的模样, 当要将尸巾放入手袋的时候, 欧沙文才发现高月明夫妻二人, 双双跪在她的面前, 表面看来镇静, 实在是激动了欧沙文, 他现在好像重现当年的情景, 急急双手, 拉起高月明两只手, 起身起身起身起山, 坐下先啦, 那这些悲惨的往事, 双方一问一答, 居然连续了两个时辰, 高月明现在怕热心坐人的欧沙文, 累了身子, 主动告辞, 最后拜别那时说, 等我们找到个儿子了, 再来品告恩师了, 第二天, 丁思远高月明早早就到了那个名为慈善孤儿救助站, 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走, 在乎会长年吸取人血之间的劳动场所, 夫妻二人很艰难, 才找到那位专厂的何德森大总管, 何德森就问, 什么话, 你们要找丁山吗? 那个丁山确实在我们这里做事, 你们想见面, 那都要等到天黑收工那时, 不过如果日头想见面都行, 你们就给一天的五公费三十元, 高月明听说, 可以立即见到个儿子, 高兴激动五华了, 好好好, 何先生, 何总管, 敬请大力关照帮助, 三十元我们立刻给, 立刻给, 那时何德森八眼一返, 收了钱就没东西说了, 转身走开, 哈哈, 现在找人好像摆地摊, 看上算命那样, 要上今先为隔外留神, 做父母的丁丝远高月明, 在祭尊厂外面站住, 等了一阵又一阵, 硬是未见有人出来, 一路到听见, 当当当当当, 哭众声响过之后, 又过了半黑钟, 忽然有个约摸十几岁的少年苦工, 手上捧了一个砥砲, 里面装的是饭吗? 不是, 是没有米粥吗? 又不是粥, 到底是饭还是粥饭呢? 只可以说是永远都说不清楚的饭粥, 只见这个少年, 显出一副冒失又饥饿, 很辛苦的样子, 他整身的衣服烂溶溶, 又打大赤脚, 一边吃, 一边走出那座破烂的木杂, 现在吃着饭粥, 名叫丁山的人, 一边探头探佬, 现在忽然间又听见有人叫, 丁山, 丁山, 原来是眼前一男一女, 衣着整齐的中年人在叫他, 这个妇人儿, 从来没有跟外界接触过, 现在突然间听见有人叫他, 又惊又慌, 丁山孤儿, 他不敢走前一步, 又不敢说句话, 就算是说, 都不知说什么话, 他只是傻傻傻傻傻傻的站在那里, 好像木头人一样, 高兴激动的高月明, 急急走前几步, 双手拖着面前少年苦工的手臂, 这个做妈妈在任何苦难都没留过眼泪的女人, 现在忍不住泪水溜流啊, 丁群, 丁山都是我的亲生儿子, 儿子啊, 在这个世界, 我们三个人, 说有几夫就有几夫, 好了好了, 一切都过了去, 今天我们三个人, 终于见面了, 丁山面前的男人, 也同样控制不住自己, 他双手抓着丁山另一只手臂, 猛地说, 丁山乖仔, 丁山乖仔, 哎呀, 你太苦了, 爸爸没用, 爸爸没用, 什么事都帮不了你, 又听见妈妈说, 丁山乖仔, 你看妈妈今天带了香肉馅饼来, 来来来, 你快点吃, 快点吃给爸爸妈妈看啊, 哎呀, 这个名叫丁山的孤儿虎力功, 眼前发生什么事, 他根本就不知道, 是发梦吗, 确实又不是, 现在突然间, 有人叫他吃好香的肉馅饼, 太刺激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肉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